各位大家好 iPhone 14要出來了 那你手上的那些旧款的這個iPhone要怎么办 那上一次那個一電視台由來我公司來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採訪 那我就跟他講說啊你舊手機就可以拿來做 微居家監控的這個攝影機啊 或者是拿來連接這個顯微鏡使用嗎 那但是由於那個篇幅有限 那沒辦法講的太多 我現在介紹的是更瘋狂的一個實驗就是 我手上這款是一個iPhone 用SE的手機是舊款的 大概2019年買了吧 那已經用了三四年了 那我現在把這一款舊款的iPhone SE 變成一個電腦使用 什么叫做電腦啊 電腦你想的到就是说 他有這些接口嗎 比如說這是以太網路 然后這邊有一個 HDMI嗎你可以接電視嗎 要這邊有很多的USB的洞嗎 你可以接什么滑鼠啊 鍵盤啊 好我今天就要表演 如果讓這個iPhone SE這款手機 然后連接什么滑鼠啊鍵盤啊 你想得到的一些 USB周邊的一些裝置 我再接接看看可不可以使用 iPhone的接口就有一個lightning 那你今天要 接 電視或者是接USB的滑鼠啊鍵盤等等的 你就要擴充他的接口 那我這邊有一款叫做lightning hub 哦那這邊可以轉換成 HDMI的接口 還有USB的接口 那你的USB接口不夠多怎么办 你可以再接一個hub 接上去之后 原本是三個就變成幾個 123456有6個接口 好我們來實際玩一下 首先先接電視 哦電視就出來了 那當然這也是有聲音跟影像啊 接下來我要接USB的滑鼠跟鍵盤 看這是滑鼠 你看會動吧 你們去看這邊有動 這邊有一個 這個 這樣子 好那我要用鍵盤 來打鍵盤 哦這可以打字的哦打字沒問題 電這個電腦嗎 都可以接這個有線網路嗎 那我這個iPhone也要如法炮製 這是有線網路 然後接網卡 接進去 這時候你看一下哦 我到控制才給你看 我現在的Wi-Fi是關掉了好 可是現在還是可以上網 你看可以上網吧 你看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要接這個 USB的音效卡 這個是音效卡很好玩 他可以發出什么笑聲啊 哈哈哈哈人聲這些的 我等下表演給你看 接進去 我們要接到這個USB音效卡 然後把接進來 要怎么做實驗呢 很簡單 我打開這個 iPhone的內建的相機 打開來 然後呢我按錄影 我就開始錄影 那我看這聲音會不會出來 我現在用那個 人呢 人呢 好 斜笑聲斜笑聲見笑聲 好 我們停止錄影 來播一次給你看一下 如果播出來的聲音是 該那個什麼那些 特效的聲音 那就表示成功了 你看吧是不是聲音出來了 所以呀 這個 USB音效卡也可以灌到你的iPhone 沒有問題 好 那我現在要接 顯微鏡 這USB的顯微鏡接上去看有沒有畫面 是沒有畫面的 顯微鏡是出不來的 因為什麼 因為啊這個 iPhone的手機啊 是沒辦法接UVC的訊號 可是啊我們的這個 電腦他是可以接webcam的訊號啊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有個轉換器就可以接了 這一個啊叫做 USB webcam轉iOS USB webcam進來之後 轉換成iOS 就可以連接到你的iPhone手機了 好我們來接接看 我們將這個USB的顯微鏡 連接到USB webcam轉iOS的轉換器之後 就可以成功的在iPhone上面 顯示 好你看畫面了嗎對不對 好你看現在畫面是來自於這是顯微鏡的 你現在也可以做直播沒有問題 你現在直播的影像就是這個畫面 然後呢聲音就是來自於這個音效卡 我現在不要用USB的顯微鏡 我現在用這個 sony的攝影機 他這邊有個HDMI輸出 那可不可以進入到這個 iPhone上面做直播 啊也是可以的 我先把這個移除掉 一樣的道理 這個iPhone啊 他沒辦法接外置的訊號 所以我就準備一個 iOS直播專用截取卡 這個就可以了好 那把這個原本的 USB把它接進來 然後接電源 然後呢再將你的 攝影機接HDMI的線 連接進去就有了 那我們打開APP 接進來 哦你看現在的畫面 就是來自於這一支攝影機 有沒有看到 哦 將你的iPhone手機變成一個小電腦 他一樣有HDI的接口 還有USB的接口 然后呢你也可以連接這個滑鼠啊鍵盤啊 音效卡 還有一些什么 這個 HDMI的截取卡都可以 那只是一個好玩的實驗啊 不用太認真當真啊 只是說 你手上有一些舊款的這個iPhone手機 是可以做一些廢物的利用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再補充一下 這個是不能接隨身碟的 因為啊這個iPhone啊 的 作業系統叫做iOS的作業系統 他不能夠接一般的隨身碟 如果你這個舊款的這個是 iPad的話那就可以了 因為iPad他可以接隨身碟 iOS他沒有把隨身碟的功能給放出來 所以你今天接的隨身碟之後是讀不到的 你那個隨身碟的內容只能是那個 相機的那個dcim的檔案 他才可以看得到畫面的 好簡單的做一個分享 謝謝